市長科文哲與柯爸哥媽出席聯合醫院流感疫苗施打宣導活動 當場示範施打疫苗,身體力行強調防範勝於治療的重要 這也是柯媽媽首次拍攝影片為公益活動做宣傳 被問到柯市長可能辭退阿扁醫療小組召集人 柯媽媽表示柯文哲就是講話太快 有時連他都聽不懂,所以常常會被誤解 如果是公益的事情,我會願意幫忙 我實在說,不是一般的生意或是甚麼 公益的事情,這是好事阿 所以我願意做 她說她沒試過擔任醫療小組召集人 我們賣罪,沒關係 不是一定要做醫療小組召集人,免罪沒關係 我願意做甚麼看,比較厲害 比較厲害,沒關係 如果跟阿扁看得好就好了 市長你怎麼看陳水扁醫療小組最後讓您不要再擔任召集人 其實我也沒有時間 掛的名字不做事也不好 因為事實上現在都是高雄常跟陳順勝教授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只是偶爾去高雄看一看阿扁 平常也沒有辦法處理他的醫療問題 他們有跟你溝通過嗎? 嗯 有跟你溝通過? 我跟你講其實我跟阿扁私交也還好 高雄都去找他 當然我講話有時候不精確的 其實我當時在講說他是一個很典型的身心者 是那種…這種…大人的 驚驚 後來坦白講我很少看到這個典型的病例 這種心理因素後來引起氣官實質病變的 我有一些講說你當醫生講這個也不對 我泄露個人個資 我想是這樣啦 其實因為吼 這個這陣子你知道吼 剛好大家很…不是啦 不管是抹紅啦 或是什麼叫蝦鱊裡姦你知道吼 講什麼都不對也算了 市長,陳昭之早上說阿扁前總統非常的難過 你會再去跟他說明嗎? 沒有啦,其實我跟阿扁都還好,都有聯絡 但他說他很難過耶 他有打聯絡給他 陳昭之說的,他說有跟他開會 陳昭之...沒有啦,其實我們直接跟阿扁都有聯絡 那也需要透過陳昭之 市長講完有後悔嗎?有沒有覺得這是失業? 講話不精確 強烈的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